所以自己叫做台橋 台橋 用幾根前線 你看它會人 用條的前線 好 我們現在穿過的一個 人接這個 這個跨過東京灣的這一座橋 叫做 台 島橋 台 島 人工地井 人工地井 來 你現在看看你的右斜方便 你看到東京邊 你現在看那一棟大樓多少錢 你要買一間 紅白的 紅白的小金 在昭和33年 昭和33年 也就是民國的46年 民國的46年 新建當時東京為了要舉辦奧運會 在昭和33年 從戰後的位置 他們附出 要給全世界看到法國的 日本重戰起來了 他去申請 然後文會 然後各位 他當時也建立了這個東京鐵塔 東京鐵塔 它的標高333公尺 在昭和33年 受興建 是當時全世界最高的 民國的建築物 自立成為這個 現在是 現在已經不是了 因為被險超越了 各位看一下右傑方 標高643公尺 新的東京鐵塔 叫做 東京 東京 青鐵塔 東京 東京鐵塔 當時呢 東武集團 跟東京都政府 都提供 他們想做一個 都市代表計畫 我們也今天 去那邊 我們跟大家介紹 東京鐵塔 那為什麼要選擇 643公尺 因為 643 它的 日本型叫做 武藏 武藏 這個地方 古代的地方 武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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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力的武藏 武藏 武藏 谢谢观看